那因为时间也有限 我想我们但是机会也很难得 是不是两个问题 然后由李教授来回应一下 当然问题很严重了 我也在想说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呢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我们只能回到民主制度里面来解决 所以为什么我很乐意到全台湾去演讲 目的就是我让我这个讯息 让所有的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了解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 因为未来过不久不是未来 过不久这个政府就是你们的 你们要接下来的 我也不能讲说我讲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们可以put a question mark 但是回去呢 among你们自己互相讨论 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 我们也只能透过选举来解决 我们现在台湾的问题是 英文叫做institutional problem 我们事实上是在制度上出现了问题 在运作上出了问题 在法令法规出了问题 但是恰恰是这些问题大家都不谈 这些政治人物跟你们谈的都是 都是小问题 知为末节的问题 知为末节的问题 解了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回到法制面来解决 你只要在法制面上 让他方向是对的 法令是对的 政府运作是对的 其他的就会随到取成 所以今天呢 我只能讲说呢 问题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台湾人的强项是什么 我们是全世界教育水平 最高的地方 但是现在问题是 我们整个国家是没有方向的 年轻人是很puzzle的 我们在政府服务的人 我只能尽我的最大的力量 做到我能做的东西 但是回到这位老师的问题 我现在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现在只能说呢 在我的角色 我扮演我应该扮演你的角色 很多的国家在邀请我 我就去其他的国家 把我们在台湾应该做的东西 让他做出来 那我们台湾才恍然大 我说原来是那个样子 所以很遗憾的是 我们要从一个很辛苦的状况下 才会学到教训 所以呢 其实也没那么悲观了 不要fustrate 但是我给各位同学的建议 就是好好用功读书 就告诉你们 其实我刚刚跟各位报告了 事情没有一样 跟我的博士论文有任何关系 其实大部分东西 都是后来读书读来的 OK 我想 当然个人能做的力量很有限 尤其是你在接触的是一个中老年社区 那他们能做的更有限 事实上中老年社区 他们更concent的是长照 他们更concent的是他们自己的社会福利 所以你跟他们讲这个太残忍了 不要跟他们讲这个 讲一点让他 这就比如说你应该跟他们谈的叫做乐龄 让他们可以很快乐的去 很舒适的很自在的去过他们的余生 所以千万不要跟他们讲这个 这个太沉重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鼓励你们把这个讯息 让你们的年轻朋友知道 起码年轻人 知识分子要站出来 知识分子要主导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能让这些政治人物来把我们的命运 把国家带到那个地方去 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 你刚刚讲的第二个粮食自主率 我们粮食自主率是非常低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假设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假设是我有钱就可以买到粮食 这个假设不见得是对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粮食能源 99.7%国外进口 我们假设你只要有钱 你就会买到能源 不见得会不再存在了 所以我们的粮食自主率 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农业政策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谈农业政策 我也不宜在外面谈农业政策 因为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主管过的政策 但是我对农业有很多的看法 我只能讲说你到荷兰去 我每次到我们的张云家 云家南我就非常的痛心 我们的条件比荷兰好太多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农民活成这个样子 人家的农民活成那个样子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做国土规划 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去算我们的土地融收力 我们永远把不对的东西摆在一个不对的地方 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 我们的水利工程师永远在替政府处理伤后 你在第一个时间在讨论的时候 你从来不曾经我们的意见 等东西弄下去以后 我要来 工程师要来处理伤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都是 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的limitation 这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 或者用白话文讲 我们政治的专业不见 在我们的决策过程里面 专业这两个字没有参与的空间 专业的人士没有办法发挥他应该要有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都很谢谢 也在怀念蒋经国总统时代的孙运玄跟李国鼎 这两位先生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两位先生活在今天 他到立法院一年都活不了 他把证挂掉 这变成我就是一直讲说 我们的民主氛围已经让专业人士没有发挥的空间了 这才是我们最可怕的地方 我不相信说我的所有的部会的首长都是笨蛋 他们绝对不会是笨蛋 可是为什么是这些人摆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变成安拉德 孙运玄跟李国鼎 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那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 下课了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享 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 谢谢